战略核打击武器只有活着才能体现自身的核威慑价值 像前两周诺格成功测试的哨兵洲际导弹 除了原有的固定发射警方案 在美国防授权法案中也开始考虑机动部署建议 重拾冷战的回头草 及公路诸如加铁路和平卫士方案的延续 本期我们就来唠唠 美国陆基战略核导弹的部署与运输 烧兵导弹能有机动部署的想法 是美国如今的情况和美苏核竞赛时期很像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由于洲际导弹数量少 精度不足等原因 美苏处于相互确保摧毁对方大城市等大目标阶段 只要能打到对方就可以 可在进入七十年代后 随着打击精度和多弹头技术的出现和发展 双方的打击目标逐渐转变成了核导弹发射基地 空军基地等 面积较大的军事目标 打击思路向着 我能打你 你不能打我 转变 即剥夺对手的核反击能力 而且八十年代 正值苏联大力发展新型洲际导弹的高潮 像SS-18 SS-24和SS-25 为代表的新一代洲际导弹 在隐蔽性打击精度等方面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 对冷战时期的美国构成了极大威胁 而如今情况十分相似 俄罗斯在进入新世纪后 先后提出了新型液体洲际导弹 萨尔玛特 亚尔斯洲际弹道导弹 以及重启了铁路机动发射导弹系统 巴尔古今 在这种背景下 目标特征明显的洲际导弹发射井 发射塔架就成为靶子 而且还是固定靶 极易受到第一波核打击的重点关照 所以如何提高核导弹生存能力 就成了美国急需考虑的重要工作 无论是当初还是现在 美国首先想到的方法是加固发射井 使其抗压强度不断提升 不具核打击力量的针对 那美国的导弹发射井都在哪呢 如何加固呢 美国陆基核导弹发射基地的选址十分讲究 为了方便后期的测试和隔离 要求地广人稀 又考虑到当时死对头苏联 所以其选址大部分集中在 美国中部以北或以西的地方 方便经过北极向苏联发起打击 如所有财富之州的蒙大拿州 便是义勇兵导弹最重要的部署地点 其他地点还有北达科他州 南达科他州 密苏里州等地 也同样是美军陆基洲际弹道导弹 发射井的建设地点 那发射井具体是怎么建造的 发射井发射井 第一步肯定是悬址挖坑 只是一个挖多深问题 我们以义勇兵导弹发射基地为例 考虑其全弹加尾部导流槽的 总高度不到20米 所以义勇兵导弹的发射井深度 在设计时仅有25米 不似大力神二导弹的发射井 足足有44.52米 之后就是在挖好的25米深大坑里 建设指挥中心 发射井 设备舱 淡水和柴油罐等设施 建成后 基本都能扛住小型中型核弹头 百米以内的触地核爆 就是苦了那些在这里上班墨鱼人员 手机肯定是没有信号的 只能靠有线电话网络 借以慰借 值得注意的是 美国为了防止多口发射井 被同一枚核弹摧毁 所以两口发射井的直接间隔 往往不会少于9公里 像蒙大拿州布置的发射井间距 更是达到了16公里 在导弹发射控制中心地面 我们还可以看到这样的锥形物体 这玩意儿可不是弹头 它是导弹的通讯天线 用来接收卫星预警机发来的信号的 另外发射井的井盖本身是一块钢钉 像异用兵一型导弹的井盖 就单纯是一块自重85吨厚1.2米的大钢钉 不过从二型开始 为了进一步增强在核大战中的生存能力 美军便在井盖的钢结构上面 加铺了一层厚达0.255米厚的彭酸岩混凝土 用来吸收核爆炸瞬间的辐射 盖子自重加起来达到了100吨 这样加固发射井是美军应对针对打击 最直接最简单的方法 除了加固发射井外 美国还想到的方法便是继续探索机动部署 直接让洲际导弹在境内土地上动起来 敌人发现不了 打不到 生存能力自然就上来了 这方面在冷战时期 苏联走在了美国前面 率先研制部署了陆基公路机动洲际导弹 如SS-25公路机动洲际导弹和SS-24铁路机动洲际导弹 而且随着天机侦察技术和对手洲际导弹打击精度的提高 美军越来越觉得固定发射井的易损性正在增加 于是经过美军对陆基洲际导弹部署方式的论证 在上世纪80年代 美国在部署发射井易勇冰3和和平卫士洲际导弹的同时 也开始研制MGM-134诸如公路机动发射导弹 和铁路机动发射的和平卫士导弹 诸如导弹至今仍是世界上重量最小的洲际导弹 该导弹采用三级固体燃料导弹和墨级液体发动机母舱设计 其全长约14米但近约1.2米 最大起飞重量仅有16.8吨 可携带一枚重约200公斤的Mark-21小型化核弹头 爆炸当量达47.5万吨TNT 最大射程11000公里 而且为了提高打击精度 诸如导弹采用惯性导航加星光制导的复合制导能力 并且具备墨制导修正功能 平均原概率误差仅为182米 命中精度非常高 同时它还使用了与和平卫士导弹同款的冷发射系统 用气体压力将导弹从发射筒射出 导弹发射车采用加固机设计 最大行驶速度88公里每小时 平时会存放在加固的防核洞库中 需要发射时 会以最大速度驶向发射阵地 其发射准备时间仅需15分钟 在面对核打击时 它还可以在美国中部干涸的核床上 高速运动进行躲避 值得注意的是 诸如导弹虽然成功试射 但由于苏联解体 加上美国与俄罗斯 在1992年3月签署了削减与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 恰巧该导弹位列其中 项目无疾而终 不过诸如导弹的发射箱倒是挺有意思 其采用T型设计不仅可以升降 而且还具有一定防核冲击波的作用 而如今的异用兵导弹 因不需要再过分强调 在核打击的冲击波中的生存能力 因此做得不像以前那样低矮 如异用兵异型的导弹运输起数车 其车头由美国通用公司研制 可以牵引49.9吨重的货物 爬上18度的斜坡 该车车头高1.84米 底盘距离地面0.23米 导弹车厢则由塞斯纳公司研制 虽然是一家传统民用飞机制造商 但质量却是杠杠的 车厢整体由铝铭合金制成 长19.41米 宽和高都为2.44米 设计十分大胆 不仅带有主动环境控制系统 能维持异用兵导弹的温度 而且拥有较大的抵抗力 防止被冲击 同时铝铭合金的应用 也使整体重量控制在了4.1吨以内 总体来说 异用兵1的导弹运输起数车 性能十分优秀 可惜这款运输起数车 如今已经退役了 伴随着异用兵1型导弹 一起进入了博物馆 值得注意的是 大家有关注到车门上 那个logo标志了吗 那是美国打响 抗击大英帝国第一枪的标志 哪怕是如今 异用兵3导弹的运输车 同样也有这个logo 其分量在美国可见一般 具体的工作流程 就是把导弹运到发射基地 对准导弹井开始起数 然后用卷阳机缓慢释放钢索 把导弹竖直插入井中 至于铁路机动发射的情况 实际上在上世纪 美国就曾尝试过用铁路 来运输异用兵兵导弹 按照当时的设计 其导弹车厢的质量为136吨 长26.4米 发射时会打开车顶 利用液压千斤顶 把导弹顶升到垂直位置 按当时计划 一列火车可装载三枚导弹 美国准备部署3000枚 也就是100列导弹列车 据悉 铁路机动发射方式 要比固定发射井 公路机动发射的机动速度更快 生存能力更强 其机动速度一般可超过 100公里每小时 一昼夜机动距离 就超过1000公里 若是想要全程跟踪 这列导弹列车 就必须动用300颗左右的侦察卫星 而跟踪多辆 则要动用的卫星将成倍增加 更别说还会经过伪装 所以火力军认为 其生存能力应该是 陆基核导弹部署方式里最强的 1961年1月 美国制造了第一列 原型导弹列车 造价约100万美元 但该计划于1961年12月 被美国国防部取消项目 给出理由 首先是经论证 美国认为铁路枢纽目标大 运行中核安全无法保证 公众害怕遭到运行过程 伤害到自己 所以进行了强烈反对 其次 铁路减震技术未解决 加上导弹打击精度差 无法保证 其有像发射井那样精准的 坐标矫正条件 最后 就是对手苏联的洲际弹道导弹 精度很差 暂时没有威胁美国发射井的能力 所以美国也就告别了装备最好陆基发射方式的机会 直到如今也只有发射井这一种部署方式 但按火力军的理解 美国之所以没发展公路和铁路机动 还有另一个原因 就是美国从来都是先发之人 从来就没想过有挨打的一天 认为战火不可能烧到美国本土 客观地讲 这也和美国整体军事实力 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有关 在美军的核打击体系中 挂在核弹头的陆基洲际弹道导弹 在无威胁的情况下 对敌方部署核武器的军事基地进行首轮打击 由固定井发射 射程更远 精度更高 优势更大 但是发射井的缺点很明显 就是动不了 你再怎么加固 再怎么伪装 在洲际导弹精度大幅提升和侦察技术发达的今天 其生存能力正不断下降 而机动部署就很好地弥补了这一点 可以不用 但是不能没有 所以美国就重拾了机动部署进行发展 那哨兵性能与异勇兵三相比如何 会进行机动部署吗 哨兵导弹是美国三位一体核力量更新换代项目之一 于2010年正式启动 原名陆基战略威慑导弹 2022年才正式更名为哨兵 是异勇兵三的继位者 各方面性能都将有所提升 哨兵的具体性能公开的信息很少 不过2015年 美国发布了 未来陆基战略威慑系统的信息征询书 里面进一步明确了 GBSD导弹的一些技术方案和能力需求 据悉 与异勇兵三导弹发动机使用重型钢制外壳不同 哨兵导弹发动机外壳 将使用复合材料重量要轻得多 有利于增加导弹的投掷距离 和不同的有效载荷 以提升导弹的突防生存能力 并为哨兵的机动部署提供更多的技术上的便利 在弹头选择上 哨兵与异勇兵三一样 将兼具单弹头和分导式多弹头配置 最多可能会装备两枚或三枚导弹 能够卸在W87与W87-E两型核弹头 W87核弹头标准威力为30万吨TNT当量 但通过第二级加上橙色合金高浓油套筒货环 可以将当量从30万提高到47.5万吨 W87-E为W87的改进型 仍采用W87的物理设计 但将采用新制造工艺生产的补弹心 据分析 W87-E拥有比W87更好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此外 为提高打击精度 攻击移动目标 哨兵导弹可能会采用灌导 加星光制导 加GPS的复合制导方式 将命中精度提升至200米以内 同时将配置Mark-21A载距 拥有末端机动能力 至于哨兵导弹 会不会进行机动部署 一个要看外部环境 一个要看内部资金和土地面积 目前外部环境算是有了 前面提到的萨尔玛特 艾尔斯 巴尔古今等导弹 都将对美国构成威胁 但内部条件尚未达成 机动部署的好处 会给美国的对手 带来重大的瞄准困难 美国也将获得额外的二次打击能力 加强了美国的核威慑态势 但想要实现 是需要大量资金和土地的 不然美国也不会再对 包括发射井部署 公路机动和铁路机动部署 在内的多种方案进行评估后 依然选择沿用 一勇兵三导弹的发射井部署 按照原先的规划 蔚兰陆基战略威慑系统计划 采购660枚 其中400枚导弹用于部署 260枚用于飞行试验 或作为备件维持未来50年的寿命预期 据美军方的估计 整个烧兵导弹项目的采购成本 将超过958亿美元 比最初的估计多出近100亿美元 如果进入未来几十年的运营和维护成本 总额将达到惊人的2640亿美元 而且烧兵导弹目前的研制进展 是要落后于规划的进度的 据五角大楼的数据显示 烧兵导弹难以按计划在2029年5月实现首次部署 预计要推迟到2030年4到6月 由此可见 在项目延迟和费用可能超支的情况下 烧兵导弹的机动部署 短期内部署的可能性比较低 美军的重点 估计还是会放在固定发射颈部署上 尽快让其取代翼永兵3导弹 等什么时候有钱了 再推进烧兵导弹的机动部署 好了 关于美国陆基战略核导弹的部署与运输 以及烧兵导弹的机动部署可能性 大家有什么要补充的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我是火力军 下期再见 浑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